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丧老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2全英雄攻略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期节目 想必是一部分玩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期节目 我们不看切入,不看技术 我们只干一件事情,刷钱 我们只要有钱,我们就可以推平对手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这个英雄是谁呢?美杜莎 对吧,全DOTA2的这个可以说有钱 最容易直接推平对手的英雄 没有之一,就是他 那么这场比赛,首先说一下 大家可能看到了标题,对吧 刷的比萧瑟还快 先说明一下,这个不是我去给大家当标题的 大家知道我不当标题的 那么这场比赛是怎么来的 我原本是给大家找了一期这个萧瑟的美杜莎 那场比赛萧瑟的那个美杜莎 刷钱的那个速度 已经快到让我觉得已经很离谱了 他21分钟刷了330刀 21分钟 21分钟他刷了330刀 然后呢,我当时就在想 我说我看看还有没有能够比萧瑟刷的更快的 看看咱有没有更加更好的一个提升空间 但是大家要知道找这种素材 其实并不算好找啊 这边一上了,美杜莎是先陪到自己队友拿了一个助攻 就这种素材并不好找 因为比赛的情况不一样 对吧,比赛情况不一样 那么每一场比赛的局势不一样 那这个东西我应该怎么办呢 然后我呢,就一方面是努力再找一方面运气也是真的好 这场比赛的这个美杜莎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场比赛和那场比赛的这个数据上的一个东西 大家就知道这两场比赛有多相近了 首先是游戏的时间 这两场比赛的时间 萧瑟那场比赛的结束时间是23分06 事实上对方在20分钟放弃了比赛 这场比赛的游戏时间是22分32秒 也就是差了34秒钟 两场比赛结束的时间 而对方放弃的时间同样是20分钟 然后两场比赛都是队友都打得很凶 而且优势很大 美杜莎全程没有受到对方的任何干扰 两场比赛都是 然后都是在队友不怎么跟美杜莎抢钱的一个情况下 两场比赛都是 然后这两场比赛美杜莎的这个数据 人头数上的数据 AME那场的美杜莎最终的数据是4杀0死4主攻 这场比赛的美杜莎最终的数据是3杀0死4主攻 也就是这是一个几乎能够找到的最相近的两场比赛 然后我发现这个选手 他用美杜莎刷的比这个萧瑟还要快 而且快了不少 快了多少呢 在同样是22分钟大概左右结束的比赛的时候 萧瑟那场比赛最终的GPM是798 而这场比赛这个美杜莎最终的GPM来到了840 这个是一个20分钟出头的比赛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数字 然后这场比赛我还发现了就是印证了一个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怎么说呢 不能说猜想吧 印证了我一个一直以来在比赛当中经常给大家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的这个版本它的夜眼方的野区 完全的基本功 然后自己的队友瘦这个点呢 前期保了美杜莎一个无解肥 刚才说到哪了啊 说到队友的支援 那一场比赛 AME那场比赛 队友是帮他有囤远古 帮他去囤大野 帮他去在野区做这种高台的视野 方便他同时去打N波这个野怪 而且那场比赛呢 萧瑟是在夜眼方 这场比赛的美杜莎是在天辉坊 那么乍一看好像是 那刚才我刚刚说过 这个版本夜眼的野区 刷钱速度更快一些 那么为什么这场比赛 反而比这个萧瑟那场比赛的 刷钱速度要更快呢 就是他在天辉坊 为什么会更快 事实上在两个选手 14分钟的那一刻 就是14分00秒的那一刻 萧瑟和这个选手 他们两个人的补刀数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都不差 一模一样 但是在14分钟之前 萧瑟一直是领先的 尤其是在刚刚过对线期 或者说美杜莎在到达7级以后 他钻野之后 从他钻野开始 美杜莎的这个经纪 AME的这个补刀数 一直是超过这个选手的美杜莎的 但是到了14分钟以后 这个选手追平了萧瑟 而在14分钟再继续往后发展的 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 这个选手 这个选手 莱利斯这个选手 他的补刀数就开始一记绝尘 增长的速度极快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就来看一看 他到底是怎么去做到这一点的 如果大家学会了这个美杜莎的话 或者学会了他的一个基本刷钱的 一个套路和思路的话 那么我想这个东西对于大家的一个胜率 应该是有极大的提升 因为美杜莎这个英雄 他属于是一个只要有钱 就可以快速上分的一个英雄 当然用美杜莎这个英雄刷钱的话 其实你是需要不停的去看游戏上方的这个游戏时间的 你需要不停的去最大化你的一个收益 你要知道这个兵线什么时候到达两边的交会处 这个兵线什么时候能过来 也怪什么时候刷新 你要随时的去监控这个 这波野怪我应该是打还是应该拉 我是应该打到一半的时候停手 所以拉一波还是怎么样 这个东西是需要很多场的比赛去积累下来的 这个地方兽呢 又是在前期疯狂的去保护这个美杜莎跟对方对刚 有些观众可能会说了 那这场比赛这个美杜莎 是不是因为前期队友这个兽很凶 保他保的很好 所以打出来了一个无解肥的美杜莎 如果不是这个兽保会怎么样 萧瑟那场比赛的那个美杜莎呢 保他的对手也很凶 他在前期也是一个无解肥 一样的 这边看一下发条框住两个人 然后美杜莎这边直接的兽拿到这个人头追上来 这边美杜莎射死对方的一个小歪 而且从两场比赛来说的话 就是在前14分钟之前 都是AME那边更快 而14分钟之后是这个选手更快 所以我们更多要关注的是 他们在钻野之后的一个区别 那前期队现是一个纯纯的基本功 如果你的这个美杜莎的补刀基本功不过关的话 那么你可以随便的去开一个人机 用美杜莎跟电脑对着补上100个小时的刀 那么你美杜莎的补刀就绝对可以练出来了 因为AI的补刀其实是超过很多很多很多分数段的玩家的 因为AI的补刀它正常情况下不会失误 而且AI的正反补的欲望都很高 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前期兑线的补刀基本功不过关的话 那么拿AI链会比你拿真人链更加的省事 而且快捷也不用担心有人喷你 那那场比赛 AME那场比赛的美杜莎呢 它是一个中单的是一个光法 这场比赛他们的中单是一个紫毛 那两边呢 那场比赛的光法也是一个无解肥的光法 无解肥到什么程度呢 游戏的大部分时间里边 那个光法的经济居然是跟萧瑟的 这个无解肥美杜莎差不多 直到这个就是开始疯狂的推塔的时候 这个美杜莎没有时间刷钱了 两个人的经济差才算是被拉开 而这场比赛的话 这个紫毛的经济大家都知道 紫毛这个英雄的经济一直都很差 这块海明变一个雪球 然后呢耽误一些时间 看一下这波抓住对手的一个海明之后 把海明完成了击杀 那么人头又是美杜莎拿到 这样啊美杜莎开局 现在是来到了一个203的数据 正翻补的话是38-12 尤其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是一分钟一分钟去进行对比的 跟AME那场比赛 所以我知道就是在游戏的这个阶段 AME的那个美杜莎 跟她的这个美杜莎的补导数 基本上是一直持平的一个状态 数据上也基本上是一直持平的一个状态 但是在出装上面 两个人有一些不一样 AME的那个美杜莎 她选择出的是直接夹腿 然后出了单刀 夹腿单刀 然后开始去做分身斧 然后做冰眼 而这样比赛这个美杜莎 在出装方面则是选择了 去出这个 摩龙枪 第一件选择出摩龙枪 我个人其实更加推荐出 摩龙枪这个道具 因为摩龙枪这个东西 对于美杜莎的一个刷钱 真的是作用还蛮大的 然后关于美杜莎前期的 这个分裂剑 两个人我一分钟一分钟对比 专门关注了两个人 打野的时候的一些细节操作 发现两个人在分裂剑的 这个使用上面 思路也是完全一样的 由于分裂剑最低的等级的时候 一级的时候 它的攻击力百分比是50% 那么二级都是60% 换句话说 在你同时面对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怪物的时候 你开启分裂剑 它就是赚的 但是像有一些情况下 你在黑夜刷钱 然后又没有队友给你插视野的时候 像那场比赛 AME的话 一般的话队友或者AME自己 会在这插一个眼 会在类似这种地方 当然是在夜眼方 类似这种位置去插一个眼 来保证自己的一个步道 这个时候美杜莎七级以后 钻野跟这个AME的钻野时间是一样的 七级钻野 然后这个位置选择是拉一波野 拉一波野 它跟萧瑟的区别是 它选择的是 先把自己的秘书一蛇加满 然后再开始去补这个分裂剑 而萧瑟的选择 是在前期只加三级的秘书一蛇 用来方便线上补远程兵就可以了 也就是你用远程 用这个秘书一蛇去弹到对方的英雄 加兵线可以直接秒掉眼成兵 这个操作 那么美杜莎在前期的魔法盾 你一般情况下是要加一击 用来应急用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补这个分裂剑 然后使用分裂剑的时候 一些操作技巧很简单 就是只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关 然后或者说你这一次平A 只能A出去一个人的时候 尤其是在晚上 没有眼的视野的情况下 你只能A到一个人的时候就关 超过两个以上目标就开 就这么简单 而且开分裂剑去打的话 打多目标还有一个好处 这个时候他选择是直接被TP到了上路 然后进自己家的这个三角区 进这个三角区的时间 跟萧瑟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萧瑟在进三角区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有队友帮他囤好了的远古的 而这个选手 他的美朵莎在进野的时候 是没有人帮他囤远古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选择是自己 给自己去囤了一波远古 但是这个远古似乎是没有能够囤出来呀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是对方疯了还是怎么样 反正这一波是没有囤出来 那么美朵莎站在这个位置呢 继续去打这个远古 可以看到他刚才在这个位置 打这个远古野的时候 有一个开关分裂剑的操作 就是当上边那个野怪走回 而且快要脱离视野的时候 他会选择把分裂剑关掉以防万一 然后这个时候呢 回到中路 然后继续去发育 萧瑟那场比赛的美朵莎 跟这个选手的美朵莎 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这个选手他对于TP的使用频繁程度 要比萧瑟要高一些 萧瑟那场比赛全程几乎就没有怎么用过TP 他所有的TP都是留着用来去支援 而这个选手他的TP呢 则是有几次用来去打钱用了 当然魔龙枪这个道具在游戏前期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那么在游戏进行到10分钟的时候 这个美朵莎的正补数是88 我记得萧瑟那场比赛的美朵莎 10分钟的时候的正补数是103 是103 也就是说在10分钟这个时间节点 萧瑟的那个美朵莎是比他要高了15个正补 当然这个可能跟他刚一开始的时候 在夜演方式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么再往后这个游戏时间 就会发生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在哪呢 我们都知道目前在顶分局 中低分段的话不太清楚 这个顶分局或者比赛局 大家的节奏一般都是会优先推掉对手的优势路一塔 然后霸占对方的优势路野区 这个是现在比赛当中的一个常态 因此呢在推掉对手的优势路一塔 然后两边会进行一个打前空间的互换的时候 那么在这种时候 往往天徽方的人会更多的去进入到 对方架的这个夜演方的优势路野区 来进行一个发育 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这个选手的正补数就开始往上抄了 那么先出单刀还是先出魔龙枪这两个道具 因为这两个道具的价格基本上差不多 其实就差个100块钱 所以呢这两个道具基本上一样的 也收益不如直接去清兵线来的高 所以这个时候他选择是先把兵线清了 然后呢开始去拆一下对方的中路一塔 12分钟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就是肖色那场比赛12分钟的时候的正补数是136 而这场比赛他的美杜莎的正补数是122 肖色那场比赛这个时候是136 比他多了14道 拆掉对方的中路一塔以后 美杜莎继续去进行一个推线 把这波线推出去 然后赶紧开溜 有观众可能说这场比赛 美杜莎到目前为止没有受到对方任何的干扰 实际上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就是肖色那场比赛的美杜莎 跟这个美杜莎相比 肖色那场比赛比这个受到的干扰更少 因为这场比赛美杜莎至少还被对方的水人 倒了一下乱 肖色那场比赛是不是 全程就没有人理过他 全程没见过对面英雄 这个时候12分40秒来到野区 这个时间的话是购美杜莎 直接把这个圆骨也给他清掉的 清完了以后注意观察一下 两边没有特别靠近塔的兵线 而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你刷钱的 所以直接站在原地等着就可以了 然后拿自己的吃到的一个幻象神符到野区 来刷一下对方家里面的这个野怪 那有些观众可能还会问 就是那中立装备会不会有影响 这一场两场比赛 两个人在初期拿到的中立装备 都是复魂面具 两个人都在18分钟的时候 更换了这个中立道具 18分钟的时候 美杜莎这个美杜莎拿到的是天鹰剑 而肖色的那个美杜莎拿到的是一个 那个叫 非贼之刃 非贼之刃 从打野的一个效率提升方面来说的话 两者相差很少 主要的区别其实是在于 对于野区的一个利用 肖色那张比赛 因为它是一个夜眼方 后来它的很多刷钱 是跑到对方家的这个野区去刷的 而这样比赛的这个美杜莎呢 更多的是去占领了对方优势度的野区 也就是夜眼方的优势度野区 比如在中路来继续骚扰一下对手 然后继续去刷对方家的野 在游戏14分钟的这个游戏节点 它跟肖色的这个美杜莎 都是166刀这个 正补 都是166刀正补 而且都是14个反补 所以我说这两场比赛是完全一模一样 这个时候看一下 这个美杜莎目前的补刀数是来到了177-14 那我没有给大家看经济啊 因为我们其实在完全没有人骚扰的情况下 那么你看它的补刀数差多少 大概只能看到它的经济是多少 这样比赛这个美杜莎14分半 已经是来到了9200多的一个经济 装备方面呢 夹腿魔龙枪之后做单刀 然后补分身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出装思路 在穿分身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游戏14分钟以后 这个美杜莎就占到了对方家优势路的 一个野区 而没有回到自己家的这个野区进行发育 这波推线推完了以后呢 注意观察一下下路和中路的兵线 注意观察一下下路和优势路的兵线 那么这两边好像是没有什么支援和去清线的一个必要 这个美杜莎拿自己的分身跑到对方家的上路二塔后面 去截一波兵线 然后呢 再继续本体过来继续刷对方家的野 在这个操作上面 这个选手他是比肖色要操作的更加的凶一些 肖色的美杜莎基本上没有见到有几次用分身去断兵线的这个操作 而他的这个分身断兵线的操作是比肖色要用的更多一些 15分钟的游戏节点肖色那场比赛 我们看16分钟吧 16分钟 16分钟的时候肖色的正补数 那场比赛的美杜莎是212 16分钟整的时候是212 我们看一下他在16分钟整的时候可以达到多少 目前还有十几秒钟的时间 美杜莎的正补数现在是211 清掉这波以后呢 就来到了213 而且游戏时间限16分钟 可以站的15分钟50多秒 可以站在原地等下一波的野怪刷新 周围没有其他的线能够刷了 所以他选择站在这个地方继续等野怪刷新 整个的一个活动的主要范围 就是在己方的三角区 上路的兵线 中路一塔的兵线 以及对方加优势路野区 这个是他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那么16分钟的时候 这个美杜莎他当时的正补数是213 比肖色的只多了一刀 那么再往后一分钟的话 17分钟 肖色的美杜莎的刷钱 这个补数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17分钟的时候 肖色的美杜莎是233 那么他目前还有半分钟 那补到半分钟的时间233 那么这个美杜莎现在是227 又是开分身斧 拿自己的分身去断下一波兵线 然后本体回到线上 把这波兵线给他吃掉 这样的话等于一下就拿到了10个正补 只靠分身和自己的本体 这波直接拿到10个正补 然后再利用游戏 马上到17分钟的这个时间 进到野区 继续去等着下一波野怪的刷新 这波野怪刷新 A一下走过来 然后再去A下一波 其实如果你想要去 比这个美杜莎杀得更快的话 很简单 很简单 其实你只需要在这做一个假眼就可以了 你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假眼的话 美杜莎可以省去从这个地方走到这 A这个野怪的动作 就是你从这走过来 然后去A那个野怪的动作可以省掉 你直接走到这两个野怪的中间 然后利用分类键A一下 就可以直接把两边的野怪都拉过来 那在游戏的17分半的时候 这个时候过来中路 跟对方打一波团战 这个时候看到对方的一个小歪 开始去开着大招 掩护自己的对手撤退 把对方的小歪直接射死 这个小歪还被石化了 然后转身射几下对方的蛇伴 再把中路的二塔附近的兵线给他收掉 这个地方把这个蛇伴清一清 蛇伴的话两件一个 20多到30多块钱 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看一下18分钟 他的正补数来到了多少 我们看18分钟整的时候 这个时候18分钟整 他是267 而萧瑟的这个18分钟整是256 也就是说整整差了11刀 大家就能看得出来 在1614分钟之前 两个选手的补刀是一样的 但是呢 在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选手他的这个补刀数 逐渐的开始超过萧瑟 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是这个选手他的分身断兵线用的比萧瑟更多 还有一个 就是他占据了对方优势路的野区 对于优势路的野区这个经济的一个利用率 确实是比你在夜眼方去利用对方家的优势路野区要更快 这个时候回到野区以后 继续把下一波兵线吃掉 吃完了以后 这个时候注意游戏时间18分40秒 下一波兵线刚好越过二塔 所以直接走过来 把二塔前的兵线收掉 清完这波兵线以后呢 游戏时间18分50秒 直接钻野区 因为这个时候还有10秒钟就刷新了 但是这个时候都发现下路这个地方 有直接有一波兵线可以吃 所以直接替回到下路 这个操作萧瑟基本上全程没有用过 19分钟的时候他是304刀 萧瑟的19分钟是273刀 因为我记得好像在这个时间萧瑟去打盾了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时间萧瑟去打盾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萧瑟他的补刀数就一下拉开了 跟萧瑟的那个萧瑟的一个补刀数的差距 这场比赛两个人参团的次数基本相当 然后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就是萧瑟打了一个盾 然后这场比赛 这个萧瑟没有去打那个肉山盾 但是装备 两个人的装备出来的时间 其实都是非常接近的 除了这个萧瑟 因为他先出了一个魔龙枪之外 那么我们抛开这个魔龙枪的存在之坏 抛开这个魔龙枪 那其实他的魔龙枪和萧瑟的单刀处的时间基本一致 然后呢 他的分身比萧瑟要慢一点 但是魔龙枪这个道具带来的属性提升 和一个更少的移动距离 以及可以更方便的去覆盖掉多个野区的野怪 尤其是在白天或者有视野的时候 这个魔龙枪的打钱提升会更加的直观 天赋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天赋上面全都是加右侧天赋 这个是完全完全一样的 一层天赋加攻速 二层天赋加这个分裂剑的伤害 这个地方又是分身直接丢到兵线上面 然后拿这个分身把兵线给他清掉 自己的本体回到中路 然后继续去刷钱 游戏时间现在正好是20多秒 20多秒的话 这个兵线应该是已经在中路交汇了 大概30秒钟之前 这个兵线是在中路交汇 然后呢 中路的这个兵线走到二塔 只需要就是从开局 开这个兵线出兵线 走到中路二塔 只需要不到10秒钟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可以尽早过来 直接把这个中路的兵线给他清掉 然后呢 把对方的中路二塔也给他推掉 推完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对方应该是已经放弃抵抗了吧 现在对方还没有 那么美兜莎在20分钟的时候 直接冲上对方的高地 上高地的时间 跟萧瑟的美兜莎的这个上高地的时间 也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场比赛呢 我们就可以 基本上这场比赛的后边就没有什么内容了 因为只是单纯的一个 停推基地的这么一个过程 停推基地的这么一个过程 整体的一个打前思路 我想大家基本上都已经能够看出来了 整体打前思路都看出来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出完第一件装备后 七级钻野 七级钻野 从我个人的体验上来说的话 我个人觉得萧瑟的那个 三级秘术一蛇 一级魔法盾 然后开始补分裂剑的这个选择 比他莱利斯的 这种先满四级秘术一蛇的 这个美兜莎的加点方式 在前期刷得要更快 注意 在前期刷得要更快 第二个就是 这场比赛 给我自己看下来的一个整体感受呢 就是在优势局 不管是优势局 还是说这个军势局 或者劣势局 美兜莎的这个分身斧 尽可能多开 因为这场比赛 其实这个美兜莎 他的补刀数 很多超过这个萧瑟的来源 是依靠他的分身斧超过萧瑟的 然后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尽最大的可能性 去占领上路的野区 优上路优势路的这个野区 这个的经济优势太大了 因为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暂停一下 暂停一下 因为如果你是在夜眼 夜眼方的话 那么你的三角区 是这组野怪 这组野怪 和这组野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组野怪的位置 跟这组野怪的位置的这个距离 然后你再对比一下 这块两个野怪的距离 就是天辉方的这个三角区的这个距离 你就能够明显的看出来 这个距离它是有差异的 这个地方的距离 明显的就看起来要更远一点 对吧 而且你在清完了这两组页以后 如果你进到对方家的野区的话 这组野怪 这组野怪和这组野怪 是一般你可以比较利用到的 也就是主要是三片野 但如果你是天辉方 你在清掉这两拨野以后 你进到对方家的野区 这一组野 这一组野 这一组野和这一组野的位置 其实你是都可以覆盖掉的 而不像天辉方 这组野跟这组野的位置这么远 你这两组野是没法一块清的 但是夜眼方你可以 夜眼方你可以站在这个地方 然后直接把这两组清了 对吧 或者你站在这个位置 把这两组清了 都是可以的 因此占领夜眼方的优势路野区 天辉方的这个 烈士路三角区的这个经济 我觉得是现在这个版本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而这场比赛 跟肖瑟那场比赛的一个差距 除了分身符的使用 TP的使用之外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对于这两条野区的一个利用 明显是这场比赛 它的所在的这个位置 带来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优势 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然后关于肖瑟那场比赛的这个比赛ID 是给大家看一下 那场比赛的比赛ID 这场比赛的ID是6499 6499 056 261 那么如果大家想看那场比赛 肖瑟的这个刷钱的话 可以暂停一下 然后你们已经下载不了了 不用看了 你们已经下载不了了 那这场比赛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美朵莎最终的一个数据 是补了345个正补 然后它的GPM是798 数据方面是404 这个我没有 一定是给大家把这个数据看一遍 那防止大家说我这个标题的 对吧 这场比赛呢 莱丽丝的这个美朵莎呢 它是304 对吧 游戏时间是22分32秒 然后它的经济补刀呢 是375刀 GPM是800 GPM是840 好吧 行了 那么这个两场比赛都给大家 就是那场比赛 我主要是通过口述 然后两场比赛的区别呢 给大家看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那么欢迎大家能够投币点赞 打赏一波 如果大家以后希望看到更多的 更多的这种 能够去更加一些分析 加入一些这种 除了去看第一视角 别人的操作之外 加入一些更多的分析之外的 这个视频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加上个点赞 好了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投币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见 摸摸蛋